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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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哥 你看那么客气呢 你看你 来 坐去坐去 嫂子没大事吧 没什么大事 就是脚崴了一下 休息几天就好 行行 那才好 张总 我怎么听说 胜利大厦拍卖的时候 出了点状况啊 是是 从楼上掉下来个人死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反正意外 他就自己不小心 就掉下来了 可是毕竟是出了点人命啊 这事我也一直在反省 反正得处理好 死者家属还有什么人 另外 善后的工作 你们怎么考虑的 还有 家属会不会到法院去闹事呢 这应该不会 因为胜利大厦这事 咱们法院 一直是依法办理 没有什么过失和不当啊 那他怎么无缘无故地 爬到胜利大厦上干什么呢 他是疯子啊 这 我还真不知道啊 朱平老弟啊 我想这事没那么简单 嗯 你和我都要做好 接受调查的思想准备 还有你的合作伙伴 那个徐毅 时代阳光拍卖公司 咱们得给老百姓 一个满意的交代 没错没错没错 您说得太对了啊 反正我一定把后事都处理好 嗯 但是这件事呢 我想应该本着一个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啊 嗯 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没错 嗯 嗯 你先把情况了解清楚 嗯 以两个拍卖公司的名义 给法院写一个书面报告 好 嗯 其实现在事已经很清楚了 啊 这个人的确他是自己不小心 从楼上掉下来的 因为我们公司彭经理在现场呢 他拿着摄像机把整个过程 都拍下来了 哦 是这样的 嗯 只要跟你们拍卖公司 没有关系 这个事情 就好说很多 哎呀 老婆 二叔对不起你啊 啊 二叔姐 你新家呀 新的家也成不了 你说人都死了 能不能冷静点啊 我能冷静点啊 我能冷静点啊 我忘了 我亲程 跟警察证明 何宝是自己摔死的 何宝啊 何宝 你不能白死 不能白死 说这话 什么意思啊 何宝就是自己摔死的 不用你证明 警察也能查清楚 你在这儿 不点喊地的 什么意思啊 说吧 何宝丢了一条命 你却赚了二十百万 平分 疯了吧 破财灭载你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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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财灭载我看出来了 我灭的哪门子栽啊 何宝死了 你却活着 他死了一文不值 你却风光无限 你转大了你知道啊 你以为 你一毛不拔 能拨得了这个坎儿 我告诉你 何宝的死啊 我也很难过 但是他的死 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了 谁能证明 我指使他干这个 我指使他干那个 我让他爬楼了吗 我 我就能 你 你是他叔 我还要告诉你 教唆何宝 巨重闹事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 可以判你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你知道吗 你 我是学法律的 你和我说这个 你 我什么我 我告诉你 你要是好好和我说 你说何宝家里困难 没钱买墓地 没钱火化 让我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 赞助你个三万五万的 没问题 但是你得好好说 对不对 徐云 你太没人性了你 这钱 你想也得给 你不想也得给 何宝被证毁会缠着你 我活着 我绝不会放过你 给钱就有人性了是吗 龚大婆 你想一辈子光着脚 你想一辈子当穷人 你不是说你想追张小杰吗 你在这儿和我较什么劲呢 和气生财 你该干嘛干嘛去 徐云 我和气 你让我身财吗 你不会呀 所以 你别管我对你不客气 你想怎么着 如果 你不对何宝的补偿表个态 我就会背着何宝的尸体 上你们公司去坐着 说到做到 我就不信 你们的员工每天看着何宝的尸体 你们公司会办得下去 现在是法治社会 啊 我劝你你说 别没事就吓唬人 你要是不嫌恶心 你就去背 我有事 我先走了 你赶走 你小子你赶索理 哎呀 哎呀 燕总 钟平啊 如果我没有说错啊 按照拍卖底价成交 这在你的拍卖生意中应该是第一次 对 第一次拍卖就成交 这在我的历史上的确是不多见 这么说你对这个成交价 还是挺满意的了 谈不上满意 也没有说什么不满意 就觉得是一单正常的生意 好 那你坐下说 来坐下 你觉得是正常的生意 可是 拍卖会一晚我就接到了很多很多的电话 人家告诉我说 卖得太简单 这事从小的时候 我这人不够朋友 没有通知大家来竞拍 从大的手 那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这不能这么说呀 燕总 整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的确是有不少插曲 但是我觉得程序上 应该无邪可击 都是合法的嘛 您看这事 已经到这一步了 咱们把后来的事都给它码平了 不就算完了吗 你这么轻描淡写呀 这拍卖现场突然来了这么多人闹事 是吧 你说对人家竞拍的人 能说没有心理压力 能说没有影响吗 而且事先你们一点不知情 这说不过去吧这个 您批评了对 而且还又死了个人 这事可就严重了呀 中平 这会不会牵扯到你 不是你们拍卖公司 会不会 不 我这么跟您说 你我之间的事 不会受任何影响 至于拍卖公司那边 我来之前 已经跟检察员做了汇报 是吧 我们提供的录像资料 充分能够证明 死者是他自己尸子 从上面摔下来的 自己摔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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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他为什么爬到楼上去示威 对呀 这里头有什么前因后悔 这人都死了这就不好弄了 所以呀 这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次 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具体的事检察院还会再做调查 但是我们已经查清楚了 死者是跟胜利大厦的建筑商 也就是另外一个申请执行人 龚大鹏有关系 是他的职儿 那这事就更麻烦了 现在死人为大 那龚大鹏会不会用这件事 要挟法院跟我们来讨价还价 有这种可能 那就牵扯到你和我了 你想啊 突然就出现了两个申请执行人 如果他们要要得多 我们资产公司就要得少 那我们的人会不会就心生不满啊 他们对我表面上不会说什么 暗地里他们会埋怨我当时 为什么会历见你这个公司 来做这个拍卖 是不是 给您添了这么多麻烦 我这心里也太内疚了 不是 本来我要是历见你 也就历见你了 是吧 你非要让一个什么 阳光拍卖公司进来 我本来就不看好了他 那是因为是你的亲戚 我就没说什么 您 您 您因为师大提嘛 所以我 我心存感激 但是好在这次买方很有实力 拍卖的这个付款啊 很快就能到账了 到时候咱 哼 说得多了点 您需要邀请 来 喝吃 那一份 许一 你小子下手也太狠一点了 来 起来 起来 走 我说你是法盲吗 我正当防卫踢死你都白踢 我告诉你 我是跆拳道黑蛋 我要想打你 你早废 我只想让你冷静冷静 冷静冷静 要倒退几年 你哪是我的对手啊你 你说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吗 吴大鹏我告诉你 想在上流社会混 就别老动手动脚 多动脑子 你那脑子 只会出搜主意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都是动脑子给冻出来的 我怎么知道能阴沟里翻船啊 别说那么多 你说 我们的事到底怎么办吧 算我倒霉 我再多给你二十万 不行 得三十万 你还真敢要啊 那是你一条命啊 你快点答应啊 免得我后悔 我虽然打不过你 可是我这一辈子 会缠着你的 碰上你这种流氓 真没办法 行 钱的事挺你的 但是有一点 这件事你得自己扛 我怎么扛 公安要是深究下的 这事你得自己扛 必要的时候还要背背黑锅 给钱 我替你背黑锅 不给钱 我替你背荷包 你又威胁我 你又威胁我是吧 你得这么想 不背黑锅就没钱 没钱 那才是真对不起荷包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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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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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你 荷包 我我一定要把钱拿 我要好赞你啊 我要好赞你啊 颜总 嗯 跟您说个事 你说 那个清幼四季罐啊 我是越看越喜欢 您看能不能我在原有的基础上 再加这个数 您问问齐老板的愿意不愿意 这个数 五万 五万 五万多没成立啊 五十 那你是要跟别人一起收藏吗 没有 我个人收藏 绝对是个人收藏 我太明白了 文物收藏这东西 私密性讲究 是吧 那再加五十万 这算下来你这可是 一分钱都没得赚了 不 我是这么看 拍卖行业它就是个服务行业 是吧 客户满意 我就满意 在这儿说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能不能继续为领导提供好服务 这是头当大事 容平你这张嘴啊你 不过这个提议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啊 想不明白 你看你是个生意人 生意人就是不断地生出主意的人 燕总 生意人是不是又叫商人 商人什么意思 商人就是凡事都可以生的人 这个说法有意思 好好好好 好 那这么说你是有什么事要跟我商量 您看这个香水和谷凤野线公司 他们那边 消息可是够灵通的你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还是听说了啊 我是通过咱们这次活动啊 得出了一个经验 也是一个教训 您看啊 我给您汇报一下 拍卖活动 不易搞人海战术 两家以上非乱的套不可 免不了磕磕碰碰的 所以我想 香水和那块地 您能不能就让我们三地公司独立来操作 我保证啊 干净利落 我先出这个数 在您这挂个好 您看行 这数 中品啊 咱还是一单归一单吧 别给弄搅和了 行行我听您的 那个 另外我想跟齐老板商量 能不能再进一两件烧大点的东西 价由他来订 订完之后我跟他一处理就完了 你就不能让你 让你自个儿闲一阵子嘛 那么着急干嘛呀 您不知道 我最近不是在跟齐老板学习收藏吗 学了收藏之后 这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不能惦记那东西啊 你要惦记那东西完了 你又 你就放不下那心了 什么东西在你心里边 都跟白爪挠心似的 受不了 您不理解 理解理解理解 但是不管怎么着 还是 先放一放吧 等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之后 咱们再谈下一节 好好 您就是这么稳重 那您得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 又有什么要求 您跟齐老板说说 那一两件东西来了之后 得给我收藏好喽 您不能轻易让它试人 我更不能另找买价 我可知道 这东西啊 别人要看上来 要比我还喜欢 那动了心就麻烦大了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 就这个呀 那这个您可以自个儿跟他说呀 那哪儿成啊 咱们不能越急啊 您是他小一个 那不是他是您小一个 不好意思 来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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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一场代酒 到了一场代酒 感谢 您就不这么善心 你这是怎么搞的 啊 不帮你 你不干 给你争取了这么好的一机会 啊 让你弄得个乱菜八菜 你说你 让我怎么说你 老叔 你骂我啊 你说你 打我了 对对对对 我没有一个叫你 我告诉你 重启拍卖会场 独无马路 死人 不就是一场拍卖会吧 你给我来了个一波三针 高超迭起 你把这件事情闹大了之后 您骂我可以 但是这件事不能都赖在我头上 可是看你这意思你还挺委屈是吧 那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 哎 不说了 你把话说出来 你别藏着掖着 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起来的 但是我知道 是怎么平息下去的 说呀 我姨父 我以后 张总 最后给每个闹事的人 发了两百块钱 其实当时这件事 完全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法 就是先不开拍卖会 把这事情查清楚以后再开 我当时我也把我的意见说了 他 他就把我骂了一顿 你坐 你是怀疑张仲平在幕后操纵的这件事 是吗 是不是死了一个人 师父 你爸 出了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放弃还是对的 你这件事 是否有关系 是否实现许义有关系 这给我受不好 不过我觉得 许义这孩子心机太重了 这个死者呢 是龚大鹏的亲属 而许义呢 又叫龚大鹏亲自来找过我 知道呀 大鹏的手都绿了 老乔和我说 经过调查 死者是坠落身份 但是我跟老乔也说了 以后谁敢打我的幌子 就先查谁了 玉年 你别怪我多嘴啊 我觉得 我觉得徐义不是这样的人 他知道生前的 但愿吧 小鹏 也包括你 以后有人来求你 你让他直接来找我 好吗 好 我明白 江小鹏 知道兰这么做 不是不惊人情 他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好 你放心 这个道理我懂 胜利大厦的事处理好了吗 徐义找我 说龚大鹏炸着那个三十万要 让我跟他一人一半 又是为了钱呀 你们这些生意人呀 满脑袋都是钱 要不怎么叫生意人呢 喂 你好哪位 秦村长你好 嗯 什么事儿 工程款我知道 对 你就别老催我了 好吗 我尽快尽早地给你安排 那就这样啊 再见 还是为了钱呀 就是那点事呗 这个钱哪 我还不得不向我老婆张口 你不是说赞助学校的事儿 她还不知道吗 说那是啊 这就让我为难了 活该 我对你背着你老婆做的这件事啊 我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 那你替我老婆气量 对啊 你为了心中的下雨 忽视眼前活生生的女人 这种现实很难让人接受的 好在我不是你老婆 我可受不了这样 活在别人的阴影当中 别这么说啊 你带给我的幸福也很真实 少来 对 按得不错 接着按 这么大一个案子 一分钱都没赚 这怎么可能呢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是想让我一无一时地 算账给你听吗 你为什么生气 我生什么气呀 我没生气啊 别搞得我们两个事 好像是为了钱在争执 我只是有点想不通 那你的意思还是说 希望我一无一时地 算账给你听 即使是这样 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吧 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 你有权利要求我这样 我也有义务来满足你这个要求 坐吧 但是唐文 我必须要跟你说心里话 面对你的质疑 我心里很矛盾 你矛盾什么 我要是不告诉你 你就怀疑我每一笔钱的去处 是吧 甚至怀疑我在外边 比如说包养了什么人呢 但是我是不会干这种事的了 我要是告诉你了呢 就势必要牵涉到 我做生意的当中的 形形色色的那些人和事 我怕你心里边有不必要的负担 因为我跟他们这些人呢 我们都是被拷贝 单线联系 中平啊 你是做生意 又不是搞地下工作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是 我不想这么干 但是他们逼着我要这么做 因为这些人他们永远见不得光 你说的是不是盐落水 你不要问 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是一个生意人 生意人是什么 就是做交易 做交易它是一个系统 里边有形形色色的人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有关系的出关系 我说的我身后的那些人 他们出的就是关系 你背后的那些人既要得力 又要保护自己 所以你就得保护他们 保护他们就是保护我自己 这就是游戏规则 我只能这么做 我也愿意这么做 所以明白了吧 我为什么不能一无一时地来告诉你 好好好 你想保护谁呢我不多问 我只知道 收入减支出 不可能等于零或者是小于零 是 这是起码的常识吧 对 你四千多万的成交额 四百多万的佣金 你说你最后一分钱都没赚 这说得过去吗 再说了 许易跟你做的是同一笔生意 我看他赚钱赚得很开心啊 但是你却说你最后一分钱都没赚 你就不要再跟我提这个小王不蛋了 我赚不到钱全是因为他 我不明白 这 我身后的那些人他们见不得光啊 所以只能认我呀 他不认许易啊 而我跟许易两个人生意又绑在一块做 这就意味着什么 该许易出的那分钱还得我出 我一个人出两个人的钱 我上哪儿赚钱去 那 你为什么不跟许易说明白呢 我跟你都不敢说 我跟他说我敢吗 那你可以跟你背后的那些人说清楚啊 人家信不信哪 他是我的亲外甥 我跟我亲外甥绑在一块做生意 天哪 那你为什么又不 从侧面的去敲打一下许易呢 我敲打他 他不敲诈我就不错了 胜利大厦不摔死一个人吗 家属提出来要赔三十万 按理说这三十万应该许易全权负责的 对不对 好 他居然舔着脸来跟我说 让我出十五万 你知道我听完这话 心里什么感受啊 我大嘴巴想抽上去 那现在要请我吃饭 我养他这么大 多少年了 请给我吃饭吗 唐文 咱们今天把话就撂在这儿了 聊到这儿了吗 是吧都说开了 我跟徐毅的合作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以后 他的事是他的事 我的事是我的事 你呢也别在中间搅和 弄着弄着把我们俩都搅在一块 好不好 好 他真不来 本来我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我想请他吃个饭 他不来 是吧 不来就不来吧 我请他 说明我心一到了 他不来那是他的事 行 你别把那烘酒打开 咱们自己喝点行不行啊 行 咱们自己庆祝一下行不行 行 真是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天到晚呢 大妈 喝水不忘挖井人 咱以后对姨父还得尊重点 那都没问题 姨父这个人哪儿都好 就一点 胆子太小 做事太谨慎 这也不能怪他 四十多岁的人了 激情也没了 是输也输不起了 我觉得他的黄金时代 也就这么过去了 做什么事不要激情啊 尤其是做生意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想搞一次艺术品大拍 资产拍卖这一块 咱们得等机会 艺术品拍卖弄好了 也是能挣钱的 所以我希望 我们以后 只做艺术品拍卖成了吗 不成 想挣大钱 必须做资产拍卖 咱们现在刚起步 挖了第一桶金 咱们不能懈贷 你知道吗 据可靠消息说 香水和股份公司 有块地 已经被查封了 马上就要进入拍卖程序 就是多少钱 两三个亿的大项目 接下来我的工作重心 就是这个项目 把它拿到手 又是资产拍卖 而且还这么大 资产拍卖就是这么大 但是这一次 可能真的需要 你爸爸帮帮忙 有他和各部门的关系 我觉得咱们就非常有希望 上一次胜利大厦 何宝的死 我爸已经听到消息了 所以我才去求江阿姨 跟萧叔叔讲 别把事情说得太细了 如果我爸知道跟你有关系 还不急了 那咱这后妈对咱不错呀 我当初撮合他们二老 看来一点没错 你爸还说啥呢 我爸为了我 有话也不能讲 还不是希望我能幸福 你不幸福吗 钟平 这生意咱们别做了 这样下去有什么意思呢 不做不行啊 我跟那些人以前 做了那些见不得人的生意 是什么 就是生米煮成了熟饭 煮成熟饭的生米 还能变成生米吗 老婆 这是一条不归路啊 可是你每天背着 这么重的思想包袱 你不难受吗 我难受 那能怎么办呢 所以我跟你说 社会不是你想的 这么简单的 所以我现在呢 只能是不想 能不想 我就不想了 爱谁谁 由他去了 有一点你必须要记住啊 如果有一天 检察院的人找到你 问起我公司的事 你要做到一问三不止 有些事情 只能我自己扛 我自己好扛 你别想着要帮我的忙 容易越帮越忙 记住了吗 这太可怕了 别做了 钟平 别做了行吗 我真不应该 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唐婉 我要跟你说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为了小雨 为了这个家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你好 欢迎 怎么样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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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都开这个牌子的车 是吗 走 看看你 走 看看这个 诶 欣言 你喜欢什么颜色 红的呀 红的 你那么多高跟鞋 都是红的了 我觉得车 我觉得白色的挺好看的呀 不 你想啊 我开的就是白色的 对不对 挺好看的吧 挺帅的吧 你是我女朋友 将来咱们俩一块出去玩 开情侣车 都是白颜色的 高山平原 多浪漫 你要这么说的话 听你的吧 先生 你好 今天来呢 想给女朋友选辆车 嗯 你去帮她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好的 谢谢 小姐 你好 这款普雷斯是世界上 技术最成熟的 混合动力车之一 融合了环保 科技时尚等核心魅力 这款车啊 动力充沛 加速平顺 乘坐舒适 是时尚和环保人士的首选 轻体 不错吧 相当不错 这款普雷斯外形设计流线性相对比较好 完美的流线造就了超低的分组系数 在时速很低的情况下 车辆的汽油机是不工作的 只有电动机在工作 那么在同等情况下 普雷斯可以说是越堵车越省油 真的啊 这个好 省钱 我喜欢 另外 普雷斯还有一项非常独特的人性化设计 遥控空调系统 夏天您只需要在车外提前按下钥匙键的AC键 遥控空调 就会按照您之前的设定的温度进行工作 现在我觉得就冲这点 我觉得就是它了 就像我选你一样 对不对 是这意思 得嘞 那个 现在能提前车吗 当然可以 你跟我来 我马上为你办你提前车手续 许你慢点 我跟不上你 许你慢点 我跟不上你 等着你 等着你 走这么长时间腿没事吧 嗯 没事 冲林啊 咱俩多久没人散步 有时间了吧 这不是我忙吗 你也跟着忙 咱们一块散步 风吹到脸上真舒服 你家里的风扇呀 空调呀 空调啊 都舒服 今后啊 你就得多陪着我这么走 行啊 只要我有时间 你别跟我吵架 你看 你看 这一说着说着又来了 冲发官 您是冲发官吗 你谁呀 我是冲林 有事吗 这有包东西 您看了啊 什么都明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